且说赛金花听的那位补大人竟叫他做总统县太太 叫他不要这样的称呼 补大人那里肯改口 只说这是理应这样称呼的 赛金花又对他笑道 补大人 那是尼达格淑克呀 为啥要使耿客气呀 补大人听了 连忙又立起来请了一个安道 总统县太太 这样的称呼不敢当 只叫慕恩的名字就是了 这一阵的八截 道把个赛金花八截的举集起来 补大人恭维了一回 便道有几样东西要请总统县太太赏收 说住 亲自走去拿进一个红陵锦匣 里面 放住四样首饰 一对珠花 一对金镯子 一只金刚钻戒指 一副翡翠压发 双手捧住 交在赛金花的手中 口中说道 这一点东西 不过了表慕恩孝敬的意思 算不得什么 赛金花接过来看时 只见珠子 翡翠和金刚钻都是上等的货物 那副镯子也打造得十分精巧 金光外溢 宝气内涵 约莫看上去 这几件东西少说些也要值一二千银子 从来天下的女子生性最贪 又最爱的金珠首饰 赛金花见了这几件东西 由不得喜得梅花眼笑 拿在手中看 了又看 爱不忍事 便对着不大从笑道 谢谢奈 送你十更几几画画物是 长孔要几千阳电赌须 你想起来 你腹拨一点点好处来浪 让那补大人面浪 受载那时耿几画物是 新浪洛里易的过 那有啥事体要你搭那帮忙 那只顾搭你说莫哉 悟然你也悟好意思受那个物是 补大人听了 正中下怀 便走进一步 附着赛金花的耳朵 悄悄地说了几句 原来这位补大人也是附和端亡的人 也曾当过团匪头目 如今联军进京查办罪人 要把他提去治罪 幸 亏这位补大人的手臂极长 耳目极灵 早已得了信息 连忙拿着许多的造孽前各处运动 便有人和他说 你运动别人不忠用 除非去运动华德升方才有用 这几天之内 这位补大人十分着急 东奔西走的找寻门路 被他打听出赛金花的这条门路来 补大人想着这个赛金花是和自己有过交情的 觉得更加放心 却又恐怕带着一双空手去要赛金花和他说情 赛金花未必就肯答应 便配了这几样手势 背词后 必得跑到赛金花那里 要托他在华德升面前说 些好话 赛金花听了他的一番说话 想了一想 觉得这件事情也没有什么关系 更坚这位补大人究竟和自己有些瓜葛 虽然不是什么一定怎样的恩客 却到底放心辗转 未免友情 又恐凭空的受了他这许多的礼物消缴不来 自然一口答应竭力和他观说 补大人见赛金花容容易意境答应了他 心中大喜 立起来对着赛金花一连请了几个安 只说 多谢总统县太太格外施恩 慕恩感激不尽 接着又说了许多感激涕零 受恩图报的华尔 把一个赛金 花也说得有些肉麻起来 补大人方才走了 接着外面传进无数的手本来 都是要见赛金花的 赛金花见了 韦时觉得有些好笑 只得把他们一个一个的都请进来 赛金花慢慢的出来相见 也有向来认得的 也有不认得的 无非都是要走赛金花门路的人 那个时候 红中堂虽然已经到了北京开议合约 那京城地面的政权 却差不多还在华德生手内 那些九卿六部的官员 也没有一个不要沉温他的颜色 只要是华德生宝举的人 立刻就在平地飞升 非常 的快速 华德生所办的人 不是拿问 便是革职 甚而至于把个脑袋都请了下来 所以这般望连丧尺 贪力灭意的人 一个个都想走华德生的门路 西济生官发财 无奈这个华德生却不是那般贪受贿赂 上下其手的人 不得已而思其次 便大家都想到赛金花身上 想借着用个间接的法耳 料想他说的话耳 十句里头华德生便有九句听的 一个赛金花的门外 顿时的灌溉如云 车马砸踏起来 两三天的功夫 赛金花收受的那些礼物几乎挤满了屋子 比那 外省的都府到任还要热闹些二 赛金花只解那没有什么大关系的事情 答应下来 那真有关系的 便把他的礼物退还不收 回来住了两天 倒觉得十分忙碌 直到晚上十点多钟的时候 方才没有人来缠绕 赛金花正想安睡 忽然外面又传进一张名字来 名字上写著扬言的两个字二 说有要事商量 赛金花便把他请进卧房看时 却和他素不相识 那姓杨的见了赛金花 便急躯而进 滴滴说道 我是红中堂的手下的随缘 红中堂特地派我前来 有国 加大事和你商量 赛金花听了不觉呆了一呆道 红中堂有啥格事体搭你商量呀 那姓杨的说道 你这里人多口杂 恐怕万一个传了出去泄露风声 却大大的不便 需要找个清静些儿的地方才好讲话 赛金花听了心上疑疑惑惑的 不知道红中堂要和他商议什么事情 便引住那姓杨的到后面一间小小的斗室里头坐下 欲先吩咐了那班娘姨 大姐 叫他们不准窃听 赛金花先让姓杨的坐下 又把双妃眼上 方才回身问道 红中堂搭你一进雾认 得格吗 顾些有啥格闲话搭你说呀 那姓杨的把坐下的交椅往前移了一移 紧靠住赛金花坐下 悄悄的说道 中堂听你和联军总统华德声甚是要好 你的话儿他没有不听的 赛金花不觉面上一红 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红柱脸说道 尼达里也误示一定啥格要好 不过归格晨光来浪德国 一进达里任德格 顾些多年物见灾 碰仔头像煞要好点 那姓杨的又低声说道 你不要这般客气 难得华德声尽肯和你要好 是再好没有的了 如今的华德声 脾气大得很 就是红中堂和他说话 也常常碰他的钉子 中堂听说你和他很要好 并且很听你的话儿 心上十分欢喜 所以特地前我到来 要请你在里头帮个忙儿 中堂知道你是个很有才识胆略的人 只要拿出本领来 好好的哄住华德声 料想他逃不出你的手掌 况且你又是个中国人 一定帮着中国的 赛金花听了 想了一想 心上已有几分明白 不由的脸上又红起来 滴滴的对着那姓杨的说道 到底啥格式体 红中堂要你帮忙呀 只要你半得到 格式体 你啊有啥物肯 那姓杨的先例起身来 开了门往外面看了一看 见门外一个人没有 便又随手把门眼上 翻身进来 方才像赛金花说道 实不相瞒 红中堂此番奉命一合 别国的钦差都还没有什么 只有华德生 为着他们本国的公使 克林德被团匪无端杀害 愤恨万分 那一合的条款和赔偿兵费 别国都肯通融办理 唯有华德生一力坚持 不肯丝毫退让 红中堂再次和他商议 请他看着国家的交易 退让歇二 他却对着红中堂说道 知 要你肯还我一个活活的克工使 外事都好商量 如若不然 只得羞怪了 红中堂屡次受他的抢白 无可如何 若是合意不成 可怜我们中国的大局就不堪设想了 如今红中堂听德华德生 很肯听你的话儿 说总算我们中国的红福 特地叫我前来奉托 要请你在华德生那里设法劝他一下 叫他退让歇二 你若果然办成了这件事情 一则不杠你有了这般才实 二则调和了中外的邦交 三则辅助国家的气运 料想你这样的一个奇女子 一定有过人的胆量 出重的鸡拳 这个是竟要靠脱在你一个人身上的了 红中堂说 只要你肯答应 将来是成之后 凭你要什么 只要是红中堂办得到的事 都没有不答应的 你总要看看红中堂的情面 也看在国家分上 担任了这件大事吧 赛金花听了 低着头沉吟了一会 凯然说道 既然红中堂要你搭理帮忙 你自然俯杀勿肯 不过格各讲和格式体 你有点弄物明白 阿好请耐搭你讲明白仔 南莫你再慢慢理搭理说 向煞稳当点 耐说你格闲话啊对 那姓杨的 听了 便粗之大业的 把义和的条款约略说了一遍 华德生如何的 要内地各处通商 离金关税都归他们监理 如何的定要赔款700兆 红中堂如何的 想把赔款减少 如何的想要竭力搓磨 都和赛金花说了 又道 红中堂吩咐过的 你若是肯在里面相助 却只好随机应变的想着法子劝他 万不可说出真情 说是红中堂的意思 他们欧洲各国的人都是很爱名誉的 你若是和他说了真话 他只说为助儿女的私情一物国家的公事 非但不肯答应 并且还恐怕要 生出别的肢结来 你只要有意无意的只当作和他谈论一般 玩玩转转的劝他几句 叫他物为以慎 他一定没有不听的 赛金花听了点头道 格是你晓得格 你自然有法子教理听你格闲话 奈赚去格红中堂说 请你放心莫哉 谢物谢你到物来浪心浪 只要无赌大家看载 晓得你吃把示范格人 也物是一点点用场财富波格饭桶 顾些别人家说起你堂子里像观人 总说才物是好人 阿是也物见得 那姓杨的笑道 像你这样的人 如今的那般堂子里头 的观人那里还有 赛金花微微一笑 也不言语 杨观察临走的时候 又在秀中取出一个小小的玻璃锦霞 里面装着四个绝大的珍珠 光华夺目 送给赛金花道 这是红中堂送给你的 将来是成了 再大大的酬谢 正是 金泥拔浪 踏翻西海之韬 风火连云 拥出大观之旗 不知赛金花肯受与否 且待下回便知分晓